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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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暂时刺激你的情绪 令你的情绪飙升 4至6个小时之后就会更加令你累和有点屈闷 那时你就会渴望喝这么多的咖啡因 令你的情绪再次提升 如果喝得太多咖啡因 也会导致你容易失眠 或者遭受其他健康的后果 譬如你的情绪不稳定 或者有心脏病 但是喝少至中等份量的咖啡因 当然也可以解除你的心情 令你情绪好些 开心些 有刺激的作用 有几种营养素可以帮助酸没压力 有奥米加三个脂肪酸 高纤密碳水化合物 色胺酸和酸素 奥米加三个脂肪酸来自一些鱼类 例如三文鱼、吞拿鱼、沙丁鱼 或者阿麻子等类类都有 高纤密碳水化合物 可以来自五菊米、意大利粉、粟米、菊麦麵包 色胺酸方面可以来自麦皮、香蕉、芝士、火鸡、豆腐 最后就是蒜素 蒜素来自一些蒜头类的食物 例如洋葱、大蒜、蒜头、姜等 食物都可以有镇定情绪和放松精神的效果 減压三个小提示 第一个是做运动 做运动时会令身体释放开心的海尔蒙 让我们的情绪可以放松 减除焦虑 第二个是充足睡眠 不睡觉就会容易令到我们会焦虑 或者有担心情绪 睡觉之前可以利用15至30分钟的时间平静下来 令我们更加容易入睡 第三个是做深呼吸 让身体平静 呼吸时可以重新聚焦 深呼吸可以帮助你应付一些特发性的事情 当我们呼一口大气的时候 就可以把我们的压力枯杀出来 好 好 好